那一年相遇 人生有了你 动静如昔 要再看着情意 相知相惜 无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还有FB线上的家人 以及我们高雄圆满经营会的家人 以及主持人 大家晚安 我是台南的冠军 那我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 邀请我来参加分享会 那我今天就要分享主题 就是能量煮 打开心解 心就香 那能够参加超级生命吗 我个人都觉得说 每个人都有心香 我们都是从心解 然后走到了心香 然后不断的容量满意 不断的有着爱 感恩的正容量 那首先我还是要感谢 谢谢我的接引人 然后我请你就是女儿 我不晓得她在哪里 接触她的那个掌声 真的是感谢她 那因为 非常感谢 因为冠军的心目中 孩子为大 所以我一路上我的孩子 因为冠军是单亲家庭 所以对孩子有着相依为利 那一路走来了 在二十年前我就是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大概就是一亿 然后我的世界就没有了 就是从产生变成黑暗 所以一路走来 我们家的田椅 我背后我叫做五则天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 我很会做事 但是我的人道的家庭 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的不圆满 那田椅一直以来都是 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一个 不死人间烟火的一个女孩子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结婚 我觉得我还是婚了头 然后也是真的是 因为这样子生了孩子 那不断的就是去修行 那当时田椅要来接引我 进到超体生命 的确有用了一些智慧 因为她知道这个妈妈 真的是不好讲 不好说 不可理喻 今天她今天有在讲 那当然就是因为我过去 为了生活 尤其一个单亲的妇女 你要去养孩子 然后你要像男人一样在外面拼搏 像女人一样在勤俭持家 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一直都认为说 我这么多的付出 我的孩子应该会懂 我没有想到说 我们之间新的距离是 真的是差很多 所以我当时就是心也应该是非常的不香 那田椅在接引我的时候 她拿了一本超体生命 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已经修到一个佛后了 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的修行路 从我二十几年前一直走 我就是修行第一 我什么都不是很管事的 然后努力赚钱 那来到了超体生命 当时田椅就天天来我这里 妈妈你看得出怎么样 妈妈因为我们吃了纯素 然后妈妈你看 你为了我吃素 这个问题 连选女婿都一定要素食 所以在超体生命 这个系统对我来讲 是有一点压抑 可是我研究着这本 超体生命这本书的时候 我一天就把它看完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 它非常有容量 那我就去参加老师的一个 我记得是在一年半之前 就是六月份我去参加的时候 我觉得老师能量很强 然后我只是要来用人量 因为我不求 我也没有说 我到超级生命系统 我要来求经济面 或者是说亲子的关系 或者是什么 我不求这个 然后我也觉得我的生活是不缺的 可是我在听你跟我接你的时候 我就心里在想 为什么他天天来找我 我就心里在想 他一定有所目的的 然后他真的 他就跟我讲 妈妈我今天听了那个感恩四句 你知道他有多好吗 那个歌多好听吗 我就跟他讲说 那我们以前就系统也不就很好听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听那个吗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慢慢去想 这个孩子一定有某一个特殊的想法 希望我们去就是去肯定他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边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的女儿的情侣 那第二个我要感谢就是我们的瑞芳 因为我陪着袁珍去美国 我就回到了台湾之后 我真的是去拜访他 然后他第一句话问我说 你是哪一个系统的 我当时不知道系统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他又很热情的 要送我一本幸福跟着来的这本书 我就想说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蛮不错的 还蛮热情的 我当时是这样看 所以今天借助于大家的掌声 真的是也非常谢谢你 瑞芳 再来就是我也要感谢我们家妍珍 因为他就在我隔壁邻居 没有他来邀请我去拉斯的话 我想这个阴言也不会再虚言 所以我们借助于掌声 谢谢我们的妍珍 那我还是要感谢我自己 因为要跟不要是我来做选择 那我们都很清楚 因为我刚到超级新党这个系统的时候 其实让我觉得说因为我上山下海 不论我去这个印度 或者是说去寻根之理等等之类的话 包括我拜了几位的领修导师 那我说一直在想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该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才能够圆满精神 那去了美国一趟回来之后 法无高下相应为大 我看到我当时看到那个 士师法无师送的时候 我哭到不行 我大概哭了很久很久 哭到也真的就吓了一跳说 为什么在早上又点多的时候 我竟然哭成这个样子 我相应了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在 我现在来到超级新党 我才知道说一个密称的修行 我把以前我师父教我的东西 来到超级新党之后 我真的是感受到说 我一个密称的修行人 他是怎么样一个方式 他是从人世间的密 走到天梯的密 所以我当时来到超级新党系统的时候 那我觉得说 为什么大家都在分享说 健康也有了着肉 然后你做事业也会赚钱 然后你的婚姻爱情都可以甜蜜 因为我不需要这个 但是我看到了 我最像 但是我看到超级新党这个系统 为什么他进来的时候是那么的温馨 接下来老师在讲如法实修 即使到今天 我的一年半的时间 我都不认为我有如法实修 因为密称他的天力是非常非常的严格 他是很严谨的 我都不敢讲说我有如法实修 我也不敢去讲说我是一个修行人 我只是让我说我真的很爱修行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 我的家人居然看我变得不一样 变成两个人 我那时候就想说 对对对这是老师 这样我要照镜子的原因 那接下来就是 有的人就说我变得漂亮 其实我觉得我本来就很漂亮 所以我慢慢就会觉得说我们的心香 就是那个结打开了 那我觉得我说 因为我的世界的一个想法 我的心愿来越香的话 我真的是 那个思路也是改变了 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去美国那是 我记得有一次 我就跟严正讲说 我才跟他讲 我说严正 我们不要来 我才讲这样 就突然 因为我去看的时候 看大家到美国去的时候 最高兴就是跟老师坐在一起 然后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们有三身佛 为什么一定要坐在一起 先能够在一起就好了 所以对我来讲 我也不会认为说 我要跟老师坐在一起 可是那一次我才跟严正讲完说 严正他没来 我就坐在老师的前面 然后我也不知道可以讲什么 又让我很有压力 然后老师就跟我讲说 冠军你还要再来吗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老师认识那么多人 他怎么认识我这个冠军 然后我就马上说 然后这个样子讲了之后 那个两分钟以后 我又跑去跟严正说 严正我们要来 因为老师那么多 我跟他说我要来 那这是诚信的原则 然后因为我从这个里面去了解说 超级斯曼这一本天秘的书 他不是一个真的是你进场之后 马上可以了解 但是他应该而且确定可以让我们 就是说你的心的解答 他就是因为过去世的诸多的课题 有了解放了 然后你的生命地图会改变 会改写了 然后你的灵命提升了 那也因为这样子 不就是大家呢 因为人世间的命 那大家都在分享这些吗 大家都在共振能量吗 共振能量生命地图也改写了 然后年命也提升了吗 当我想到这样子的时候 我觉得说我这一辈子 我好幸运真的是我碰到我们太阳寺的导师 因为什么 因为我的修行路啊 我今晚再怎么样修得不好 我进到一个对的系统 就有如说我今天要到台北去 我不会今天呢 不管我是搭游览车 或者是说我骑讲道车 我都可以到目的地 可是呢 我今天跟我反错了方向 我跑到屏東恒春去的话 那不就是又差很多吗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啊 在这个心解里面的一个 过去是延续到今生的课题 你的心解有打开的话 你就心香了啊 所以呢 我们会从人世间的密走到什么 天地的密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越来越清楚说 超起生命啊 这一本书 他真的是可以救全世界 就你我 只要你用很简单的方式 然后浅显易懂 去累积你的得资量 累积你的正容量 你的爱跟感恩 不就是出来了吗 给自己拍拍一首好欢迎 但你甚至可以一直跟着这个系统 心会越来越香 然后你走到天地的密 为什么 因为你的如法实修 在共振能量之后 至现在啊 尤其现在疫情的这么严重 有没有 我们呢 坐一得死 坐一得百 坐一得千 你看 这是我们的大好机会 是 当然不一定是 因为我们都不希望疫情展开 我们希望先救自己 可是呢 现在环境已经变到这样子了 只有让自己救自己 累积我们更多的得资量 所以这一本书 他是真的是对见天地的源头 来救你也救自己也救大家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心里在想啊 老师经常在讲说 他又费了九牛二五之力 对不对 那你我是不是都在做想其成 所以我们要不要努力 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 心手相连 在这边呢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振 大家心心 心越来越香 然后新养世成 祝福大家